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委员会本身是否介入 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提出刑事指控 刑事指控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说 他煽动蛊惑数百万美国人 要推翻美国大选的选举结果 而选举结果是正当的 选举结果是合法的 这样的推翻做法是违反宪法的 所以这里面埋藏了一个巨大的黑手 他的这个申诉表面上是对川普进行行事指控 他这个做法最邪恶的地方 最最邪恶的地方 就是透过他们的手 把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切 全都以法律的方式给做死了 任何人任何机构再也没有机会 去挑战2020年美国大选 如果这么去做的话 任何挑战美国2020年大选的这个当时过程跟真相 你都是违法的 你是违法的 因为是立法机构的委员会 透过了一年多收集了所有证据 然后向大家公布资料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委员会 你不相信众议院 他是美国人民一票一票选起来 如果你不相信他们 而你有没有正当的理由 去支持你的不相信 因为你没证据 他说证据才是受力的 投票机什么都在手里 你没有证据 那你就是叛国罪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表面上是 表面上是要 对川普总统进行司法 行事司法指控 实际是做死2020年美国大选 这是根本 所以这个圈回过来化圆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的 他们不太可能 他们不太可能 就是最终造假造实了 最后全满 我以为不太可能 就是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 他应该是完结了 太阳就是一阴一阳转一圈 对吧 一阴一阳转一圈 在这种大的时代的背景之下 是结束的 是阴阳对应的 而不是阴中见阴 你以为 你以为 对吧 俩丫头如何 俩小的如何 你干那个 干那个猪狗不干的事情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 干 人干了一些猪狗都不会干的事情 是人的超然 是人连畜生都不如 其实是这个 对不对 人跟畜生的区别 不就是 有个道德的约束吗 结果现在很多畜生 你都看到 他有一些 亲情跟道德的约束 畜生都有 那个不可 就不去逾越的某些线 你别想歪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别想歪了 你就说这故事了 人家都是有节制的 一下雨 我这地方就有大水牛 这么大大水牛 那个水牛 你从来不会看到 在柏油路上有水牛 柏油路上不上水牛 你就没想过吧 一定有它的原因 人说那为什么 那不为什么 水牛有灵性 你信不信 水牛在土地上 在石头地上 在我们知道石头地上 它甚至可以在水泥地上 但它不上 这个不上利青 利青是哪来的 利青是从石油里出来的 不是土地本身生长的 水牛是粘土的 万物皆有灵性 只是人没了灵性 人们看不到这些故事了 所以这些没有灵性的东西 就基本胡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它真正的坑洁是在这儿 它会完全做死2020年美国大选 那除非 共和党人想去知道这件事情 那就是天象变化 来明日以后全是共和党天下 而且共和党里面的 这个叛徒 起不了力量 川普启定所有的力量 那可能就翻转了 so far到现在是这样 那突发昨天晚上的 委员会退出形式介入的可能性 大家感到困惑 这段故事讲述的就是 这个托马斯 叫汤姆森 他叫汤姆森 汤姆森晚上跟记者讲说 移交所有证据给司法部长 迫使司法部长展开形式调查 而决定呢 最终是由司法部来决定 那是否 那无论是否存在 把他形式移交的故事 这是作为小组的 托马斯的这个主席托马斯 他基本上陈述的观点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大不同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他对这个纳瓦罗发出传票 纳瓦罗拒绝传票 然后他形式介入 就把纳瓦罗告 告到司法部 说他藐视法庭罪 那同样被告的 有梅多斯 有这个丹 但是呢 作为司法部 只介入了纳瓦罗 只介入了纳瓦罗 所以这就是一个差距 那差距就说 如果对有些地方 他可以不介入 就1月6号委员会 根本不介入 就是 我招你 你没来没来就算了 所以他主动权在1月6号 这个委员会上 这里面讲述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托马斯没有往下走 托马斯不想往下走 我不知道托马斯是不是有后悔 说句心里话 我不知道托马斯是否后悔了 但是呢 委员会出现分歧 这是肯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托马斯更从党派的角度 为了打击川普 获得他党派的利益 但其他人 切尼跟西服 却出于完全自己对川普的那种恨 他不 你知道我们说出事实就行了 所以这是他昨天晚上 跟CNN的采访是讲的 如果司法部查看他 并认为有些事情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话 我们肯定会帮忙这么做的 那委员会的任务就是 最后把报告公布出去 任何人都可以采访他 如果审查后 想要司法部想跟一些工作人员 编辑报告人员交谈 他说我也相信他们这么会做的 那我们会支持 所以他把这样的主动的事情 就是他把工作分开了 我只负责调查真相 我是一个立法机构 那至于说执法 那是你司法部的事情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 他说那是否起诉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工作只要提供事实真相 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提出建议仅此而已 所以这是托马斯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 他编辑的所有内容的这个做法 这是党派执政 他们打击川普 来打击共和党 来获得他民主党利益 但他做出评论之后 结果切尼在推特上表示反对 小组尚未就潜在形式转介 得出结论 我们会适时做出决定 西夫也表示说 委员会调查之后 他将做出转介决定 也这就是不一样的 那西夫呢就有很大的一个权力 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 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那整个委员会进行调查 就是情报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切尼是恨死了川普 所以这是他委员会 当内部出现了分歧 出现了分歧 他一共有九个人 他们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那我们不知道 那西夫跟库伯 这个安德森库伯 CN说 我们还没有讨论 我们不知道委员会是否 最终是否要介入 或者什么立场 而纽约时报说 委员会认为 他们有足够的证据 是川普总统欺骗了美国人民 但在有关是否完全介入的问题上 出现了分歧 所以当介入的时候 主动介入的时候 这是攻击川普个人 攻击美国总统个人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细致的差距 可能有些朋友说 哎呀这无所谓 不 事情应该是这么一层一层看的 应该是这么一层一层看 那很显然里面有着非常本质的差距 一个政府一个政权会有问题 但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放在个人身上 不是这样 就像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习惯中 很多人曾经攻击过胡锦涛 胡锦涛完了 共产党就完了 没有 然后后来现在是攻击习近平 习近平完了 共产党就完了 没有 对不对 那是攻击邓小平 邓小平完了 共产党就完了 没有 所以故事是这样 这是 那种做法的本身是共产党做法 我们永远是攻击个人的 永远是攻击个人 是因为 在很多中国人的信念当中 共产党太强大了 太强 那他表现出来也是这个问题 而他强大的原因 理由 是绝对大多数中国人 没有生命的理念 没有自己尊严的 就是神性的尊严 没有生命的理念 你永远是相互欺诈 因为没有生命理念 没有神性的话 那当然是利益上的欺诈 司法部长表示 与联邦检察官在密切关注听证会 我会确保我正看到的一切 我可以向你保证 检察官也在听 也在观察所有的听证会内容 那川普否认有任何 所以这是一个 无在我眼睛里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为在众议院 在美国政府 在今天的我们看到的党派 就是民主党派 这是他们利益所在 这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这可能也就是他们最后这一下 那这个圈呢 如果他们去 去起诉川普 这个圈是圆了 但起诉不成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2020年 中共病毒起来之后 第一下的事情 就是川普总统成功 川普总统遭到了阻击 在大选中 而是这件事情 揭示了美国左派势力 就是当今西方文化的衰败 完全的衰败的本身 盗窃选举的本身 最终又以川普作为欺诈 本来大选是欺诈 又以川普的欺诈的罪名 去要把这件事情完全化缘了 这是这件事情的最邪恶的地方 也就讲说 人类社会自己没有救的地方 是它的所作所为 我希望我能讲明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